Hello 大家好 我是Danny Wong 有一段时间没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摆在我座上这五只小鸟 那这是什么小鸟呢 这小鸟就是墙壁的装饰品 它的材质呢是树枝 那在安装这小鸟墙壁装饰品之前 我们必须了解的就是 我们需要准备的道具 仔细看清楚我们需要的 这个用具有刀片剪刀 双面胶 还有这几只可爱的那个树枝小鸟 把这个贴胶呢 粘在这个小鸟的平面背后呢 现在我们需要把多余的这个贴胶呢 切割出来 好的 我们尝试将这个双面胶呢 粘在这个小鸟的背后 这平面的背后 是你们设计同есп设计开 然后这之后非常容易的那个把这个另外一边的塑胶撕开 好了全部五只的小鸟呢都已经贴上了那个亚克力双面胶 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和大家示范一下 这就是亚克力双面胶 你看我示范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亚克力双面胶呢 粘贴在这桌面上呢 你看了效果 基本上是很容易把它撕下来 但是呢桌面呢 基本上它是不容易留下任何的那个贴胶的痕迹 那我示范 对一般都是这样的你看 是的 对你看 好的我们终于把这个小鸟的背后呢贴上了双面胶 由于小鸟的颜色是白色呢 我都建议呢这个小鸟的颜色呢比较容易和深色的墙壁搭配 好的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的小工程吧 经过一番努力之后 一切大功告成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 希望大家喜欢我这次为大家准备的视频 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